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崔史元在文中尊称刘德华先生 为老师可想而知 刘德华在韩国欧巴崔史元心中的位子 可能大家对这崔史元视为刘德华先生的这段历史不是很了解 其实在2005年 刘德华与崔史元拍赛电影《莫公》时相似合作 2005年《莫公》拍摄期间 当时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拍摄 崔史元在片中蜿蜒王子身上 套了酒店戏服 由于血压升高突然晕倒 差点从高处跌落下来 在崔史元的下方还站着一群手持长矛的群众演员 那真是生命危机的时刻 幸亏在一旁的刘德华拉崔史元 一马才没有发生险刑当时 刘德华还酷酷地问崔史元没事吧 所以 崔史元对刘德华十分尊敬 也十分关心 一直关注刘德华的最新消息 并尊称 刘德华为老师同时 崔史元也在韩国多家电视台的通议节目 向刘德华表示感谢 而崔史元的粉丝 更是表示 对刘德华的感激粉丝表示 当时多亏刘德华老师拉住崔史元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